《意識的流動》 隨著上一集意識的流動 文青文學旅行團 這麼快又再出發了 上次玩完意識激流 今次我們就會坐時光機 來個意識時空跳躍之旅 大家坐穩吧 我們要飛了 哇 這麼快我們就來到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 這裡是愛爾蘭作家尖姆斯喬伊斯的故鄉 同時也是她的代表作尤里西斯故事發生的地點 尤里西斯的主角就叫做布魯姆 她是一位廣告推銷員 在這天的上午 她發現她老婆莫莉的外遇對象寄了一封情信過來 之後她就在都柏林四位遊蕩 途中還跟一個藝術家師弟分同行 最後在凌晨才回到家 成本尤里西斯 都是描寫這三個人在大約19小時之內的意識流動 大家見不見到那邊 有位女士在急流旁邊發牛鬥呢 她就是布魯姆的老婆莫莉 到底她在想什麼呢 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 羅伯特·漢佛萊 就曾經分析過 作家會透過刻畫人物的內心獨白 將角色不停流動的意識活動呈現出來 而喬伊斯就是用第一人稱 將莫莉的意識活動直接呈現在讀者眼前 尤里西斯的最後一章 全章都是莫莉自由散發的思維 連標點符號都沒有 而且內容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可以說是表現意識流的極致 好了 話這麼快我們就來到英國了 講起英國的意識流作家 當然 不可以不提佛吉尼亞伍爾夫了 伍爾夫在1917年所寫的短篇小說 《牆上的斑點》是他第一次嘗試用意識流手法寫的作品 《牆上的斑點》 描寫我突然抬頭看到牆上的斑點 而展開了萬無邊際的自由聯想 主角思考牆上的斑點是什麼的過程非常自由 先猜猜眼前的斑點可能是掛畫的釘痕 從而聯想起貴婦畫像 再回憶起家屋的舊主人 主角經常突然打亂原本的思路 跳去想其他東西 思水不能夠長時間地集中在同一件事上 至於這個斑點到底是什麼 聽說竟然是一種生物 想知 就留給大家去圖書館找答案吧 意識流除了傳到英國 還影響了一位著名的法國作家 馬賽爾普魯斯特 我們馬上飛去法國看看 就是他了 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寫出120萬字的追憶似水連話 在這本名著裡面 主角經常因為一瞬間的感官刺激 而勾起各種回憶和情緒 主角因為失眠時隱約聽到的氣底聲 而展開了意識漫遊 意識彷彿離開了自己所在的睡房 去到一片空曠的田野 而時間也不再是線性的流動 而是在短短的一瞬間 回想起之前和人告別的夜晚 下一秒又跳到未來 想像回到家後的溫暖 今天的最後一站 就來到1949年度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地點 斯德哥爾摩現在獎獎的 就是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 他因為對當代美國小說做出強而有力 及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 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在1929年出版的《圈蛙與騷動》 可以說是福克納最經典的代表作 他本人都說 這部運用了意識留技巧 風格獨特的作品 是他的最愛 福克納在《圈蛙與騷動》 透過四個角色的多重視角聚述 在短短四天的序視時間之內 就將康普生家族 由1898年至1928年的悲劇故事呈現出來 康普生三兄弟 和康普生家族唯一的女兒 海底之間到底隱藏了什麼秘密? 他們內心獨白所描述的 又是不是真相的全部? 想知道他們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就記得去看看這篇作品 今集的《文青文學旅行團》 帶大家去了那麼多不同的國家 還介紹了幾本外國的意識留經典作品 是不是令大家吸收了很多書卷戲呢? 下一站我們會回到香港 看看意識留怎樣影響到香港的作家 在香港的食品上 我看到她不在不當中 你們有什麼事呢?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